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看到的后亚朗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心来配合改变或者是来回馈的 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决心要让他们这些人能够达成他们的心愿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完的土增税 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证券交易所得税 这种也是这两个税两个部长下台了 税不不了你就下台 郭婉荣是为了这个所得税而下台的 那时候的总统是李登辉 1988年他宣布从1989年要恢复证券交易所得税 当时股价连跌19个交易日从8989跌到5739 好了投资人上街抗议政策咔 那郭婉荣当然就辞职下台咯 王建轩也是一样 1991年那时候也是李登辉总统 他说要十价科土地增值税 建商还有台湾省议会还有县市议会 通通一起倒亡 民间发出的就是外省部长抢本省人土地 好了一讲了之后 李登辉公开的宣誓说 十价科增地价税是不可行的 那王建轩干嘛 当然就辞职了 所以那时候两个部长 谁要做这两个税 谁就下台 这个是一个自台湾以来的定律 所以我就要请问一下 所以创下你看 那郭婉荣下台为了所得税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在开证证券交易的所得税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一样 又回到了郭婉荣的女儿 现在是部长嘛 然后他显然以他妈妈为介 你看他上来的时候 资本利得税没有 不能税没有 证所税没有 所以我觉得也是七个月后 开完会再决定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了 其实这里面回来之后还是一个决心 而这个决心千万不要牵托 因为在野党根本不够力量 真正的问题是 马英九要去面对就是 国民党内部的力量 其实国民党内部是很奇怪的 你说真正要做这些改变 国民党内部很怪的 比如说这两个税 到时候一定反弹的就是 国民党内部的运作 因为地方派系或什么都是全部去运作 当初李登辉要过农发条例 李登辉说我给你跪 那农发条例就是现在可以说 盖很多龙社 豪华龙社 家里只有九个人系的 给你跪 这样我可以跪 所以有决心 那你看他们就全部会过 任何的组党 任何的组党是不合理的 就过不了 那现在这个呢 一样的 所以现在还是马总统的决心 你的决心下来之后 不行了部长 你不敢做了部长 你要拖七个月的部长 你就下台 不然的话老百姓其实 这不是阶级问题 我们中间选民中产阶级 占全台湾的人口 我们贡献税收72% 美国法国都只有40% 50% 再怎么炸这些东产阶级 也炸不出来 我的看法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目前的是 证券交易税 以我们现在 不管你的股市 现在是多多差 去年还有1000亿 也就是说政府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它有1000亿的税收 但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 做这个证券交易所得税 它符合有所得就应该磕税 这个是符合租税正义的 但是我比较担心是 政府到时候 你在整个的激增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去防堵那些漏洞 我问过太多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证券交易所的 就是说 我有所得 我赚钱了 我该磕税 可是对不起 我亏钱的部分 你要给我扣底啊 按到所得的激增是这样子 所以对一般的大户来讲 懂得人的来说 他们都会找人去做账 会做到 我有一部分 有赚钱对不对 很多未上司 未上贵的股票 什么自己家 我都赔 我都赔 然后呢 你的政府税收会反而减少 所以太多的是 那个租税 他们在评估说 如果 付科证所税 而不科证交税的话 搞不好 我们政府的税收 反而会减少 这个部分是 你不得不防的 你今天我最担心说 大家都觉得去 追求一个所谓的租税正义 可是你没有办法 去防堵那个租税漏洞 如果你有办法防堵那个租税漏洞 这人家的话 一般的散户 他没有能力去找会计师帮他做账 没有办法去做账 所以人家反而逃更多 你知道 这我的意见倒不一样 你觉得 那个贾老师在这边 公共行政里面 有个叫目标替代的问题 公务人员 政府官员 你那个要能力去解决 你不能因为你的 职系技术是 不足 就把一个正义的目标给替代了 技术的可行性有没有可能 冯会讲 有很多的障碍 我同意 你如果交易 每次交易就千分之三点五 去课的话 一定可以课得到 不论他是找人头 或者非人头 一次交易 一次transaction 他就有三点 千分之三点七来回一次 可是如果你要说 他证券交易所的 那个大户 有那个上百亿的 几十几 某些大信 有跟上市公司挂扣 太多故事了 那个赖伟那边 一定有更多的故事 有更多集团 他可以两边操作 这边下单 这边就是让他跌停 他可以做线 连线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如果说 你他整个正确所得 他一定会赚到钱吗 他叫机会财 机会税 我去买股票 有时候赔到 请家当产都有可能 所以他会比较多的话语说 我买股票是赔钱 那政府要给我吗 我赚钱的话 我交你税 那我赔钱 你政府要不要补贴我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 它涉及到了 跟房地产不太一样 房地产是涨价上去之后 他才卖嘛 中间有差价 可是股票不一定会赚钱 那这个部分确实需要 再加一点研究 因为他有太多的 这个相关的技巧在里面 包括内线交易 做调整 那会他们已经做过调整了 但是还不够 怎么样让他变得更健全 我觉得确实需要 给公务员有足够的工具 他才能够把握住这样的工具 去征到政府所要做的税 否则 你等于是把公务员 送到前线去 被机关枪扫消而已 这一家就阵亡了 我提一下 去年的年初九千点 去年的年底七千点左右 就是等于去年整体跌了两千点 如果你恪守的税 就是很粗浅的概念观念来想 尽情在缴税 去年整个跌 你如果代表只有一个人的话 那个人就从九千跌到七千 他跌多少 跌了百分之二十几 他不但不用缴税 他亏了钱以后可以逐年把 在政府下贴补他一点税 在其他的税把他扣回来 对 再扣回来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就整体来讲 我觉得一方面要追求 亚首要的公民正义 另一方面 政府要税收总要增加吧 我说我弄哪边 你折腾的要死 然后最后 政府税收减少 我试算过几次了 我请财政部的教育所 试算过几次 如果课证所税 大概课不到现在的一半 可能课得更少 政府做了这些干什么 又可能被人骂得要死 当然唯一的就是说 比较符合教科书所讲的 我是讲解释 有所得就要缴税 有所得就要缴税 这没有错 可是这里面就中间太复杂 我觉得刚开始 你不必 这个房地产先来 这部分是目标在那里 可以吗 像我最近就提出一个 IPO 就第一次上市的 第一次上市上跪的 你都没有课 这边不是网评吗 我不是针对他 这些大老板一堆股票 从10块 10块 500块 一上市以后变500 1块钱都不用交 这税几乎很少很少 所以这些总是 这是一个漏洞 我提了修正案 我们现在的租税改革 我的意思就是说 常常就说你需要打疾病这么大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说 他会怎么样去阻挡那个证所税 他就是拿那个600万的那些散户 他就拿那600万的散户就说 你看这些所有的散户 通过都会反对 通过都会被磕到税 所以就反对这个证所税 但是我一直觉得 租税改革 你老讲 你要改一步都非常困难 所以我同意刚刚委员讲的 如果说有决心 先从不动产交易所得税 你先来做 如果说你这个做 你至少让国人知道说 真的那种在真的逃漏税的 然后真的锁得很高的 有能力去钻漏洞的 你把它防堵住 而不要一下子 否则的话 三不五十就来说 可能要磕证所税了 然后那些散户就吓得要死 然后就开始打电话 打电话给金管会抗议 打电话给财政部抗议 然后你搞了 你看搞了20年 以前的人下台也下台了 但什么都没有做啊 所以这还是看来就是说 两个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所谓的租税正义的这种税 这两个税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 可以时间上进行上 有一些差不 难度也不一样 难度也不一样 土地是固定的 一二三木头人 他跑不掉 他涨到一到多少 他有市价 他可以去考虑 可是股票上上下下 有那个过去有几千 一千块 把三千金摔下来摔到 没多少钱呢 所以他浮动性非常的高 围在马英九身边的 不是有钱人 但是围在马英九身边的 是那些技术官僚 那技术官僚 他们的逻辑就会变成是 循序渐进 可是有很多时候 你这种循序 我都觉得当然要慢慢来 但是如果企业做两本账 你要查 企业也会说 他们企业会做两本账来逃税 企业会捐地来逃税 都被解决了 政府老百姓希望的官员 不是永远被称官员的官僚思维 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心问题 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做不到的官员 至少财政部长是政务官 税改最起码要先做一步 那一步要先跨 就是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一定要先做 至少要动嘛 你不能永远都用理由嘛 就什么技术困难 那技术困难 那个是 不是哦 因为你不晓得 那股票并不是只有 上市上位股票 或者